第37章 这一章 老子要讲述大道与人欲的关系 老子一直认为人的过度欲望不符合大道 这一点 老子之后的儒家经典礼记中也曾表示 人欲在一定情况下有可能吞没天理 这事情到了宋代理学家那里就变得很严重 把人欲和天理彻底对立 非此即彼 但在老子那里还远没有到这种程度 他把民众的日常生活看作是大道的一部分 因此也就不可能阻止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自然欲望 他只是提醒 在人们自然成长 自动化育的过程中 很有可能产生欲望过度 也就是贪欲 这就需要认真对付一下了 怎么对付呢 老子难得用了一个重词 振 也就是振服 用什么来振服呢 老子依然拿出了他的老宝贝 无名之谱 也就是说 让那些贪欲了的人 一次次直面到的无名 未雕的质朴状态 以这种状态把他们的贪欲比下去 压下去 显然 老子也看出来了 他所主张的自化一定也会产生欲望的发作 因此要对自化去说做一个补充 但是 在对付的办法上 他口气虽然严厉 内容却是温和的 他希望让一切贪欲和不贪欲的人都接受无名之谱 然后让天下安静 原文是 道长无为而无不为 侯王若能守之 万物将自化 化而欲作 无将振之以无名之谱 振之以无名之谱 夫将不欲 不欲以敬 天下将自正 这里出现了一个名句 无为而无不为 这是他对无为学说的重大阐释 无为与无不为 显然是直接矛盾的 放在一起 却构成了一种特别有意思的行为哲学 有很多研究者对此做了浅薄化的解释 认为老子说 无为是要让大家不要妄为 不要胡作非为 这种解释就把老子等同于邻里之间 好心叮咛的老大爷了 其实 老子的无为 范围大得多 主要是针对一些别有企图 凌驾自然的大作为 哪怕不是胡作非为 他也并不认可 他认为 人的作为是天地大到自然安排的 如果一群人 只是按照自己的计划组织起 某些作为 那就会对其他很多人 原先的生态平衡产生骚扰 而这些作为究竟是否合适 是否可行 还未被自然验证 更重要的是 为了这些作为所产生的单向奋进 都会妨碍大到悠然安然的整体观照 那么 怎么又要无不为了呢 在老子看来 只要不是那些别有企图 凌驾自然的作为 别的都可以做 来者不拒 随遇而安 天下万物都不陌生 百行百业出入自由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见过不少这样的人 一生没有宏大的特别规划 但是遇到什么工作都做得很好 平时即便在路上 只要见到需要帮忙的事 不管大小生熟 都会热情参与 这样的人 让大家都感到舒服 这就是无为而无不为的 世俗版本 契合大道的本性 顺便提一下 这种无为而无不为的观念 对我本人的影响也很大 如果从官场和媒体的角度来看 我是一个没有职务 没有称号 没有归属 没有主业的人 而且不上网 不开会 不用手机 完全可以说是一个无为之人 但是 我似乎又什么都做 而且差不多全都做成了 因此又是一个无不为的人 这两重身份使我四海为家 无学不亏 随处落脚 永远自由 对此 我要感谢老子 我把全章翻译一下 道经常无为 却没有一件事 不是他所为 侯王若能持守他 万物都将自动化欲 自动化欲中会有贪欲产生 那就要用无名之谱 道来振服他 只要振服 就会是贪欲不起 贪欲不起 得到安静 天下自然稳定 第38章 上一章最后说 要以谱去振服欲 是为了回到静 老子认为 谱的无名 未雕的状态 就是静的特征 无名 未雕 也就是不做任何表现 因此 老子所追求的静 很防范表现 只要一表现 一切都闹腾起来了 一闹腾 很多概念 名号 也都涌出来了 人们必须争取 随之也就走向了 浮薄和虚滑 时间一长 也就滑向了愚昧和霍乱 起点 就在于表现的欲求 表现是一个现代词语 老子原文里没有 却又处处与它有关 这一章的原文 很多读者会觉得很绕 因此要尽快翻译出来 先看原文 上得不得 是以有得 下得不失得 是以无得 上得无为而无以为 下得无为而有以为 上人为之而无以为 上亿为之而有以为 上礼为之而莫之应 责任必而争之 故失道而厚得 失德而厚人 失人而厚义 失义而厚礼 对于现代读者来说 这段文字中的 德 仁 义 礼 已不是日常用语 缺少划分的共识 而无以为 有以为这样的虚词结构 又离现代语文太远 因此就有点绕不出来了 那就先让翻译 做一点技术上的帮助吧 但也只是在技术上 因为对德 仁 义 礼的 分别解释太麻烦 而老子恰恰并不重视他们 于是我们也就顺着老子的意思 只把他们作为话由 而不一一为他们宽衣解代了 翻译如下 上得不表现得 所以有得 下得再表现得 所以无得 上得主张无为 所以不表现作为 下得主张无为 所以要表现作为 上人主张有为 却不表现作为 上意主张有为 也在表现作为 上理主张有为 也要表现作为 得不到回应 就会伸出胳膊 要人服从 因此 施了道 然后有得 施了德 然后有人 施了人 然后有义 施了义 然后有理 理这个东西 是中信的不足 祸乱的起点 另外还有自称先知的 所谓前十 也不过世道的 虚滑 愚的开始 总之 大丈夫要立身敦厚 而不拘胶薄 要立身朴实 而不拘虚滑 去什么 去什么 要分清楚 只要粗粗浏览 就能知道 老子几乎是在 清理到他为止的 主要精神理念 由于他清理的简明 乐要 读起来 有一种理论上的爽力感 尽管世间很多 抱守这些理念的人 不会同意 一流哲学家 在面对一大堆 自夸自尽的理念时 一定不会掉进去 而是站到高处 用确定不移的律令 做出难以辩驳的宣判 在这里 老子显得有点武断 但他有这个资格 这一章 由于理论铺陈复杂 因此 历代研究者 发表的意见也多 但主要纠缠在 上德 下德的区分 以及与无为的关系上 当然 也有不少剧斗 和版本缺字上的考证 相比之下 我觉得 陈古英的阐释比较完整 不妨引述一下 老子从居心上来分 道 德 人 义 比 这几个层次 无形无尽的道 显现余物或作用 余物是为德 道是体 德是用 这两者的关系 其实是不能分离的 老子将德分为上下 上德是无心的流露 下德则有了居心 仁义是从下德产生的 属于有心的作为 已经不是自然的流露了 道了理 就注入勉强的成分 理事而后法 古事后法 实内含于理 人的内在精神 全然被灼伤 在老子那时代 理以演为繁文入节 居所人心 同时为争权者所盗用 成为剽窃名为的工具 所以老子抨击理事中信之薄 而乱之少 老子一方面批评理 对于人性的拘束 另方面向往于道的境地 自然流露 而不受外在制约的境地 见老子注意及凭借 陈古英在产事中所说的 居心的有无 似乎来自王怀的老子叹意 但我并不赞同 对上德与下德的区分 如果仅仅归因于对无为的居心 显然是把事情说小了 心理方式是精神理念的一部分 却不能覆盖精神理念 第39章 老子在席卷了 德 仁 义 理 这些流行的大概念后 又要返回到道上来了 这次他要给到一个新的代称 那就是一 这个一给天 地 神 谷 万物 侯王 都带来了很好的迹象 避免了各种危难 最后总结出 贵以贱为本 高以下为基的关系 进一步展示了道 原文是 西之得异者 天得异以轻 地得异以宁 神得异以灵 古得异以赢 万物得异以生 侯王得异以为天下正 其智之也 为天无以轻将恐裂 地无以宁将恐吠 神无以灵将恐歇 古无以赢将恐结 万物无以生将恐灭 侯王无以正将恐绝 古贵以贱为本 高以下为基 是以侯王自称孤寡不 此非以贱为本邪 非护 故至欲无欲 是故不欲如欲 落落如实 以一个 一字来提领世界 提领天地大道 实在是气度非凡 这种观念认为 世界本是一体 起于一 归于一 万千线头都晚结于一 把世界归于一体 天就清了 地就凝了 如果不归于一体 就会天崩地裂 一是最小的一位数 最小的数 居然能收纳世界 可见低贱是高贵的根基 翻译如下 从来所谓 得一是这样的 天得一而清明 地得一而安宁 神得一而显明 河谷得一而充盈 万物得一而滋生 侯王得一而天下公正 推而言之 天不清明 它是要崩裂 地不安宁 它是要地震 神不显明 它是要消失 河谷不充盈 它是要枯竭 万物不滋生 它是要灭绝 侯王不公正 它是要败正 有一联想 贵以贱为本 高以下为根 侯王自称 孤寡 不古 不就是以贱为本吗 难道不是 因此 过多的美名 就会失去美名 不愿要遇得高贵 宁肯要落实的坚硬 贵于一 很容易导致侯王独尊 但老子的引导恰恰相反 要侯王由一而领悟正 这是因为 一是一种没有旁之 没有添加的单纯 这种单纯里没有邪 只有正 老子认为 走在正路上的侯王 不仅不会独尊 反而谦卑起来 他说 历来侯王诡恐人们 把尊荣和不正联系在一起 总是以卑词自称 例如 孤 寡 不古 等等 不古的说法 可能大家不太熟悉 这也是帝王们 故意用的一个字贬之词 因为 古 在古代 有善的意思 连帝王们都不得不如此 可见自处 第一下 是长存之本 归一 就是归本 第四十章 在说了一之后 老子又把语道 密切相关的几个字 打理了一下 那就是 反 若 无 语言简短 不容置疑 原文是 反者 道之动 弱者 道之用 天下万物生于有 有生于无 最重要的是第一句 反者 道之动 这个反字 也就是 我在前面多次说的 逆向因果结构 老子把它看成是 大道的动力 等到启动之后 又成了大道的运动方式 简单说来 朗朗大道 凭着逆反力量而运动 在世界古代哲学史上 以一个反字来概括天地大道的 只有老子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 他是主张 不争的 因此 不会一看到反向力量 反向趋势就上前争斗 他认为 反也是天地的自然安排 因此给予极高的地位 任由正反忽补来推进到的运动 争斗是因为容不了反 他容得了 因此不会争斗 他甚至确认 没有反就没有道的运动状态 因此也没有了道的生命 由此推言 历史上一切养成鼻息的一顺者 只能让他们养成的对象 走向僵致 要了就 只能从相反的方向 寻找动力 弱者 道之用 意思很明白 弱是道的作用 正是凭着弱 才能安顿于纷争的时间 这与弱肉强食的观念 和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正好相反 后面两句是重复性强调 古今表述没有太大差别 就不翻译了